各位企友大家好 我是嘉宏 那么今天要和大家来讲的棋呢 是我现在在野狐三段下的棋 那这盘棋我是拿黑的 一开始呢 双都下新小木的开局方式 然后我走下挂角 他这棋啊 直接采取这个椅盖的下法 那么这个椅盖呢 现在一些比较新的下法似乎是黑棋往这里去藏 那么白棋接的话 黑棋再爬进去 这个是比较AI的一些下法 那如果是传统定式的话呢 黑棋是搬这个 今天这棋我走一个比较传统的下法好了 那么白棋大致上长棋 那么这个棋呢 黑棋的下法有比较多 传统的话是爬 拖或者是小尖都有 不过好像一些 比较新的下法好像是黑棋尖啊 然后白棋再尖三三 比如说刚刚这边呢 黑棋尖然后他尖这个 那我们再看后续是贴棋还是怎么样 那么实战我是用这个拖好了 拖比较简明一点 他大致上扳三三了 那我们再接回来 他接住 然后我们再拆边 也还算比较普通的一个下法 这棋他挖樽的话是比较差的一个走法 如果说他是挖樽的话呢 那这个白棋是有点鱼形啊 而且这个棋的话其实他不是很好发展 因为这边还欠一个段 然后其实并不是很厚的地方 因为这个棋就算黑棋用点的 然后在后续扳什么的 白棋其实是有点痛的 所以就算我不断他也不太好 所以说这个挖樽现在是已经没人下了 他实在下这个是OK的 那接下来大致上接住 然后我拆个边 哎呦他用虎的啊 用虎的是不是马上欠一般吗 这个虎是挺有问题的 如果说这边欠一般的话呢 黑棋就有点不想拆边了哦 因为刚刚此处呢 白棋如果说接的话不拆 黑棋如果不拆边啊 白棋这边夹过来 黑棋是有点痛的 比如说他低的高的都还行吧 这白棋夹过来 黑棋根据低暂时没有非常OK 他实在走这个虎 就变成说我很想拖先了 因为他下一步 如果说再去夹攻我的话 至少 哎 他夹攻我 至少我这边还有个活的 活起的一个余地啊 所以我暂时比较无怕 那这样的话 好像黑棋就省一手起 在这个地方了 当然说拆个边也是挺有价值的啊 所以 但是至少现在挂脚更急一点嘛 他实在是踢完一飞 正常可能跳比较多 我踢完飞也 也不适于插到哪里去啊 但是感觉欠一跨 形状上稍微薄一点点啊 那这个地方我就拆边 立二拆三还算正常啊 但是他如果逼过来 我们可能得补一下啊 这个地方是有点 打入是有点薄的 不然立下看行不行 立下跟他挡交换 看应该还OK啦 因为跳了好像还是有打入 有一些薄 确实有一些薄 不然也可以考虑往这边拖一下看看 问他一个应手 他这个棋如果说吃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断一下 然后头上敲一下 这个对黑棋加厚 这一块棋是很有帮助的 他实在果然这么下 那他如果刚刚说是 这个棋退的话 那我们就 至少拖一下应该也不亏 然后我们再顶化也OK 那他如果那般这当然也不太行 这个 白棋黑棋这一块棋也是变厚 所以说这个拖呢 在他这一块啊 这边是很厚的一个情况下 黑棋应该基本上不太亏 那这个地方我们看会不会打掉 不然他爬也是稍微有点痛 打掉也还OK 下一步有个提 有眼位 哦他这棋还跟着我提一下 这棋他应该拖先啦 提这个架子太小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拖先了吧 这个段 就算我争执不利 我打一排应该也还好 暂时木树不是那么大了 这边我们去跨他的话 感觉是不是有点齐啊 我稍微算一下 感觉应该是成立的 感觉这个跨有可能是成立的 但是好像有点太凶了 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好了 逼他就好了 这起算是有点想跨 但是不见得有必要那么凶了 我们就像简单一点的 哎 他踢我这起 我们可能搬一个 搬套罗虎 我们打算顶过去再断 但是他可以立下 我应该不好 我这起还是长起 然后接下来可能会出头 啊 点我这个 这个是什么精妙次序吗 这个点有点没看懂 应该不是好起 我这就立下他是 有什么手段吗 跳出 跳出我们再盖住 应该黑棋是OK的啦 我不见得能完全盖住 但是我这起应该是要先立 还是尖呢 尖也是有可能 不过尖对他脚的压迫比较小 我跳了 我立的话 下一步有个跳路 尖的话他跳出 好像一样照不住他 可能用力下的好了 对脚的压迫力更大 下一步跳进去 这个起我如果说靠他如果搬 我其实不见得是断的 我可能是退 退的话对两边都有先手 他实际上是走这个 这么走的话 虽然他这边出头是OK的啦 但是我这个挤完这个脚一跳 他不觉得自己脚是挺薄的吗 这个起 感觉黑棋是很OK的 这个他被我这一搜刮怎么办 尝这个 也许我刚应该虎掉在打是吗 可能我刚应该虎掉在打 这个不要尝一下 那他那他可以挡到这 可能应该虎掉在挡 虎掉在打再跳 实际上立在这边 立在这边应该不如挡住吧 不过也是各有利弊吧 不见得一定差 我先跳一下 应该他也不敢脱先 下不肩肩过来他也不 不好走或者我挡外面 下不我挡外面他应该也不是很好笑 所以 可能要硬一步啊 走这个 走这个我就挤掉然后再度过 充一下应该没什么必要 他刚应该拐外面可能比较好 下一步我可以往这边点点刺过来再一飞 这块起要处理起来应该不会很累 我这个扳簪 那这边被我先手挡一下 他往这边走起应该不好 刚刚第一手这个冲就不需要了 直接往外面拐 先挡一下 挡变成一个先手 这对黑奇来说是挺舒服 他扳一下 扳一下好像也没必要 这边我一路接先手 他这边得补 那这边我变成多一个硬腿 好像 好像可以立刻度过了 这一顶旁直接都度过了 那这样子的话 黑奇又变后许多了 其实我也不见得要点啊 这个点好像有点 帮到那边走后了是不是 点完飞是出头比较快 但我现在觉得大跳好像 好像比较好 因为下部有挖断什么的 他有些薄了 这个病 这个病的话 这怎么不跳呢 这有点奇怪 他想要瞄这个段 这我能不能挖他 挖他打下面 不见得好 应该不好 我就补个段好了 稳健一点 他贴我们在跳中间 应该攻击的调子 现在看起来是还可以的 他这般我们还可以 还可以虎啊是不是 不然的话我们就虎 不然他这个打吃 打出可能还是要连 虽然这边有个顶过 但是 不太想用到那个渡过 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是说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太想用那个渡过 还是先顶住啊 走这个我们还是接住啊 从这边整个连上 应该整体还是厚一点 不要从这边连 觉得不好 哦 他这棋就脱先了 这不会觉得脱离战场吗 这棋 自己他太脱离战场了 我这打完一跳 这个中间这条他还要受虐 他下这个 其实 这棋我就可以拎掉了 他本来想说断我很严厉 但是我下面这边是可以顶过的 这棋他好像 这么走是不太好的 他这么走断我也没有用 我这边顶过了 如此一来 他可能整块棋 会被我关在里面 他走这个 继续硬住 白鞋的刚刚那个拖先还是有点太过无理了 不是直接接住都好就好了 里面看起来显然是没有两只眼的 这边就都硬住 这边不太会有什么问题 看起来是死光 那么接下去白鞋看要去哪里拼搏 感觉是比较困难 白鞋主要刚刚还是不应该拖先 走这个就断进去就好了 很明显的一个死期 他现在是放弃了这块鞋 那么走到右下的这个挂角 那这个一千高高我通常还是会脱退了 那么现在这起目标也很简单了 因为我们现在吃掉这个肯定目数是已经大好 所以在这种优势情况下就只要 然后把自己走走后 对把自己走走后 然后不要出现什么弱鞋 让他去弓这样就OK了 他这靠下是拼搏的态度吗 但是这边有一切断了 白鞋明显是有大问题的 这个白鞋外面实在是断点太多了 这边随便断了 这样白鞋三块鞋都已经支离破碎了 这鞋其实我贴出跟他占也是可行的 但是反正现在已经大优势了 没有必要了 这鞋给他吃了 我们这边外面戳一下 走到这个梯还是非常大的 他这个长鞋的话 这边拆二 因为我这边太厚了 所以他其实有些受限的 这个地方 这边我这简单大跳过来 他这块鞋要走起来 其实很累 虽然蹭一蹭 基本上我会给他活 这个鞋 这鞋贴住 贴住是整个很厚了 但是有点缓 不太想贴住 我这边立他一下 局部要活应该是还OK的 但是啊就是会被搜刮比较惨 譬如说我这边跳一跳 都是舒服的先手力 其实有没有活我不知道 但是黑棋如果要硬杀 可能怕会有一些毛病 像这边 怕他会有一些借用什么的 所以我也懒得杀了 反正这棋黑棋已经大好了 右边拆一下好了 那棋木可以稍微看一下 已经大幅优势了 下面打路的话 我这边先走一下 确保这块鞋的根据力是完全OK 其实刚刚我这首棋 有可能补下面了 会来更稳健一点 整体把下面给走后 搬的话 搬的话 我是可以断了 但是我想算了 这边让他 打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我干脆自己整个连后就好了 这打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边我们就都 走一些非常稳健的招法 也就够了 这个左下再敲一敲 他如果要跟我们开解 我就提一下 本来想说冲完提一下也是还OK 他都不跟我开解啊 这棋这么继续简单走的话 好像白棋显然是目处不足的 这棋有斑 他断我可以打吃吃 然后应该不好 再接回去 这下面这块起 他现在好像会有点问题 这边我就简单的坚过 下面这块起 他可能还得忙活一下吧 感觉上木树好像也好非常多了 确实他前面这块起 死掉之后 应该就 不怎么行了 我觉得这起可能已经稍微比较进入 比较明显优势的阶段了 接下来我们就慢慢把它下 那大家就看副盘就OK了 好那么刚刚这盘起 我最后是自己投降了 因为想说当地雷嘛 那 常常常都把人家杀的有点惨 所以想说给人家战机作为补偿一下 好像也不错了 好那 最后来简单的复盘一下这盘起 那么前面的话呢 这个地方啊 白棋作为定式来说还是肯定要接上了 实在这个虎呢 被我这边留一个斑 然后这个木树损失不说呢 那黑棋这块起也可以脱先了 所以这样显然是不好的 问一下决意 应该也是肯定得到相同的答案 这边白棋是必须接 所以这边黑棋可以脱先去 左上挂的话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个地方的话 白棋呢 可能还是应该跳还是比较正常 飞的话就留一个跨 感觉味道比较差 决意也是说要跳 那就没有问题 那这个地方的话 黑棋这个拖呢 可能算是比较舒服的一个 问应手了 所以问一下决意 如果是这种情况 他有可能会反打入一个之类的 那就比较复杂 哎呦 往这边搬 我确实没想到 这起被拖 觉得AI觉得不好硬了 就直接拖先算了 确实这个 这个思路倒是也挺特别的 我本来想说他会不会反手一打入之类的 这样子起也是挺复杂的 这起有点搞不清了 挺复杂的 实在要在这边硬的话 确实局部是硬不太动了 他实在这么吃 被我断碗一打吃啊 这个黑棋整个变得巨厚 然后下一步这起也明显不应该再提了 这实在是价值太小 然后这边的话 我觉得我是有可能跨下去的 问一下决意 不知道这时候下哪边比较好 哎呦 决意是说要搬这个 他一直看中这一个 觉得这边很大 不过这个胜率是实战我这个比较高 好有点 有点看不懂 这好像胜率有点迷 没关系 那至少实战这部应该也是一手棋 我那时候是想说 有没有可能跨下的话呢 如果这么走 他搬 我搬 然后再搬这个 他挡 我爬这一下 我说是觉得他有可能走什么呢 就是说他这时候敲一下 这个局部啊 一路打是一个好棋 因为你如果说打拔的话呢 那你还得提吗 那这边黑棋一搬上来 甚至黑棋还可以断 这个白棋外面是蓝光了 但白棋先手一打的话呢 后续还可以藏到这里 这样对白棋来说是外围是比较OK的 这样的话黑棋可能就得继续一直爬 我实际上是看到这个 然后想说要继续一直爬 好像不是很好 外面点一下再爬 这时候应该就可以接了 然后局部是活的 不过走成这样 他里边也是可以活的 这个棋型 就是在大猪嘴那边有讲过 斑完一虎加上有一斑的情况 这个白棋是活棋 确实这么黑棋去夹的话 是成立的 但是好像也不好 不然就是他敲的时候我不要了 到后来 我那时候实战是想说 这个棋好像也不是很好 这边要吃的有点也是挺厚的 而且我都等于是往这边挤了一下 这边黑棋气变得很紧 没有必要 虽然点这个进来有些没必要吧 可能还是跳 跳出出的头 很比较正常 我觉得也是说应该跳 应该OK 此处的战斗应该是黑棋要火丸打掉 不过他现在也可能会去挡 但这样黑棋可以拖先嘛 往这边去走 或者跳 实在他可能还是应该挡住是不是 问一下 不过力好像也行 应该没有差到太多 我决意说应该立 那这样应该是我错了 立下应该还OK 也不能说我错了 就是一个判断上的问题 对 那这个地方他也是有个问题所在于说 这边呢 他不用去冲 这个简单拐出去就OK了 这样拐的话 后续还有飞出 而且也让黑棋这边是来的薄一些 而且他后续这个斑 是有个大问题 就是让黑棋这一接完呢 这边黑棋变成有一个度过了 本来如果说他没有斑的话呢 直接走 那这样子黑棋 这边明显是没有什么度过 虽然说挖掉 可能还是会有些毛病了 但暂时黑棋是不敢挖的 然后这边断不下去 这一般变成黑棋 有个一路度过之后 黑棋就有恃无恐了 这个黑棋确实太好了 然后这边他也不应该再拖先了 就应该打我一下 问个硬手 那么如果说我接在这 他就可以长吗 这边断就变成不怕了 我可能还是会戳他 把他戳掉 戳之前先贴一下 然后再这样走 这样当然 白棋虽然说上面被围掉 也是不太爽 但是总比整块都死掉 来的好 实战这个他以为断掉是有用的 但是下面被我度过了 这个确实白棋是不行了 这一块死掉之后 基本上就不太行了 那么走到最后呢 我把做个人情啊 把把这个圈圈送给他了 好那这半期就跟大家讲到这边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